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附属工业职业学校 参加110学年度高中棒球运动联赛阮士组 一路过关斩将突破成为拿下第六名 彰化县副县长红龙张表扬教练及球员 并期免张工棒球队能吸取这日的经验 以及提升运动技能再创夹击 那我今天特别代表王惠美县长过来跟他们加油打气 也跟他们恭喜 那也相约明年王县长继续拼连任 那我们张师傅工的这些选手继续加油 能够取得更好的佳机 我们相约明年县长官邸来庆功 那我相信张师傅工一定可以的 今天特别感谢彰化县政府 由我们洪沪县长代表来学校颁证相关的一个营养品 也特别谢谢我们张工的校友会 家长会还有我们退休的年纪会 对于学校活动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期待明年的成绩 我们会更好创造张工荣耀荣耀张工 国立彰化师大复工是一所技职学校 棒球队员平时除了要应付课业的压力 还要利用休息时间练球 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心力 从国中开始打了六年 你这样打棒球会影响你的学业 就是会先把科业顾好 然后有时间才会来打棒球 张化县政府每年投入八千万元经费推广运动 鼓励学生培养运动的习惯 张工棒球队这次在高中联赛 阮事组得到第六名 为队时写下最好的名次 公益频道黄世霆 张化财榜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